大家好,今天简单露一期这个日常系列视频啊,还有今天 顺便给这个独角仙给他换一下土啊,又放点新土下去,这里边应该有 十只吧,应该是够用啊,就不管了 估计一个月以后又出来了 然后今天主要的视频是挖一下这个巴拉旺的这个 呃,呃,涌啊,我看到已经他已经挖涌了,我找找啊,给你玩了 刚才,刚才拍了一下,已经很烂了,你看这均已经烂了,不行了 软了,而且这两天天比较热,坏的比较快啊 看到这个痕迹了吗,就是他又从在里边往外啃,但是他不会钻出来 所以大家没必要担心,他自己会钻出来,但是你不要两个虫子一块贴住 可以看一下,这个好像,好像应该就是这个日期换的 然后,之前已经吃了这么一瓶子了,这里应该就是他那个蛹了 我不知道这是,他这个蛹是个什么状态啊,暂时 挖开看看,这个已经非常烂了 准备一个盒子给他 我先从这边破开,直接垂直的竖上 这盒子还是很软 应该小不了,因为上一只巴拉旺,他 他已经出来的那一只是102,这一只吃的比他时间还长,按理说应该小不了 不过也不一定 看看 手套没拿 直接挖 不嫌脏 一坨烂泥 烂泥 找个垃圾桶 垃圾桶不带着 不带着散火 直接放进来 反正这个兜也不要了 这个之前换菌的时候 没给它撑重 也不知道多重 应该不会太小 看看 菌已经完全没有菌丝了 吃的时间比较长 很湿 这种湿度算比较好 已经一点菌包的那个样子都没了 刚来的时候活性还是可以 这是木野的菌啊 不知道画涌的怎么样 别别那啥的 就在这啊 打开 好像不小 不是太小 一会儿我去再给他挖一个那个勇士去 应该是完美的 能看出来 视频应该能拍到 应该是个完美 我的秤 我秤在这 我一会儿秤一下 我看他这个菌有点糟糕 我就给他 拿出来了 准备给他放到人工勇士里边 还真不小 这么大 挖这种大型挑的这个勇 还是非常爽的 我现在把它蹭着拿过来 小心一点 这种勇一摔 就白养了 我想着这个勇士上年四月岁养残殖的吧 好像 当时残殖贼少 一共才生了 生了十 二十二个还是十八个 然后卖了 卖了 卖了几个 卖了 卖了八个吧 卖了八个 一个卖给维方了 是 另一个好像卖给南京还是哪 不知道他们的怎么样了 反正我这已经有一个一百零二了 然后 留了几个 不过有几个卖泳没太成 就是 冠军的时候没过度好 结果直接卖泳的时候死了几个 有点可惜 不过这一只 这一只算比较好的 真刺激 不太好拿呀 有个勺子就好 也没拿勺子 直接用手吧 直接从 从下面把它掏出来 从它的 屁屁 掏出来 好像也不是太大 最好是两个手拿 不然一把摔了 真的就完了 撑一下 38克 可以 比他那个 叫哥哥吧 比他哥哥要重三克了 可以 我记得那只102的永重是35克 然后这只是38克 应该相对来说应该比较大 总体来说 我想一下 这个永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上年4月5月的时候 挖出来的 然后 上年 就是他 放在100毫升的盒子里 养了有 养了有 一个月 然后 从产木里挖出来 一个月 然后 放到这个军包里 然后11月 上年11月25号的时候 从 从另一个军包 完全没有过度啊 直接 挖了个洞 直接让把它放进来了 看来还是可以的 看一下这个勇士的尺寸啊 一会儿做勇士的时候 参考一下这个勇士 这个勇士不大不小还是可以的 他那个头壳还在里边 一会儿做勇士的时候参考一下这个 之前做的那个勇士 给另一只做那个勇士不太合适 其实 真的很壮观啊 38克 太刺激了 行吧 这一期就录到这里吧 简单的录一下这个日常系列视频 其实用军来养的话 其实我感觉效果还是都挺好的 不管国内的哪哪家军 养这种大群敲的话 好像是没有能养太小的 除非说是那一批军有毛病 基本上都能养的比较好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有温控的条件的话 还是非常建议大家用军来养敲的 最好把这个军的温控呢 温控在22度左右 20到22度左右 还有一些比较喜欢控低温的 也可以尝试一下 控到16到18度 甚至16到18度 养一些扁敲 它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只是说它的幼层期可能会变得长一点 不过 因为就是它幼层期长 相对的 它会吃的比较大 所以说 大家有条件 最好还是用军还是比较好的 行吧 这一期就录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可以给我点一下 这个一键三连支持我 近期可能还会录一些 挖其他的虫子的那些 那些那个录像什么的 彩虹 还有几个那个PDG已经语化了 PDG在哪 刚挖出来 刚挖出来 我也没录像 然后那个PDG 一年了 也没给它换土 直接一背下来 行吧 这期就拍到这里吧 大家再见